休斯顿建国中学校友会在赖青阳、黄太生、张建毅的号召下 上周日在乔教中心举行了一场温馨的成立大会 习间20多位出席的校友拼凑出往日校园的点点滴滴 让曾经年轻时洋溢活力的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年少的时代 休斯顿乔界上周日又增加了一个新社团 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社区活动将更加的多元而热闹 休斯顿建中校友会在乔教中心举行了成立大会 由赖青阳律师接下第一任会长任务 黄太生担任副会长 当天报到的校友们一到场就先填写个人联络资料 彼此寒暄问暖 随后逐一自我介绍 现场还出现了年轻时每天上学必带的书包 由黄太生和张建毅背着大家难忘的回忆 这次校友会的成立已经召集了30多位校友归队 赖青阳会长希望未来能召回更多的校友 除了联络情谊也搭建起和母校的联系 今天是休斯顿建中校友会成立的大会 本人被选为创会的第一届的会长 育友荣烟 号称在这里应该有接近200个建中的校友 按照数字分析统计来看 但是目前我们加入大概有32位 我们展望2014 2015年 希望能够把失散的校友们都能够聚集回来 那我们当然希望除了大家彼此联谊 这个关心这个国事 关心学校以外 我们也希望呢 这个将来跟在母校校庆的时候 我们多增加一些联谊的活动 应邀出席的驻休斯顿经文处夏季昌处长 除了祝贺建中校友会顺利成立之外 也期盼建中校友会 未来能够扩大到整个美南地区 休斯顿乔教中心主任游政才 以及副主任李美兹也都到场祝贺 即将任届期满奉调回国的游政才主任 对于能够二度回休斯顿为侨胞服务 特别珍惜这个相处机会 那在海外做侨务工作 其实我们最大的资产 我觉得是中华民国政府最大的资产 就是人 就是海外侨胞 今天如果我们有像在座哥 这么多的侨胞 这么优秀的侨胞 替我们在海外 不只是在社区 甚至乃至于在国家 这个国跟国之间的国民外交 侨界的力量 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国 在海外最大的资产 那在从事乔务工作 可以认识这么多的好朋友 是我们乔务会住外人员 最大的福气 4月底刚抵达休斯顿旅行的 李美兹主任表示 能赶上见证休斯顿 建中校友会的成立 他感到万分荣幸 很开心呢 就是在第一任外派 在休斯顿地区呢 就可以马上的 就是参与到这个 建中校友会的成立 那健身到这个 官容的过程 那我希望呢 就是在未来的这几年 我在任的时间里呢 也能够就是 共同一起来参与 那个建中校友会 蓬勃的发展 还有会晤的活动 赖清阳会长 及校友会财务赖领营霞 当天捐出了1000美元 作为校友会成立基金 最后大家在 轻松愉快的午餐会中 分享着过去 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 共同为美南地区 建中校友会的成立 顺利迈出了第一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或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